第四页 好,大家看到这里有两个红色 方方方就表示连接的两个辅助教学材料 遗传多样性的基因度 我们学请用一个教学视频来看一看 我们刚刚聊了一下生物多样性的定义 那么现在呢,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生物多样性三个当中的第一个 遗传多样性 那记得另外两个礼教会提 分别是物种多样性跟生态系多样性 那什么是遗传多样性呢 其实它的另外一个名称 多样性呢,变得更为丰富 就是它的基因的变化度会变得更高 又或者是 就是因为它的基因有所差异 包括刚刚这个贝类也是 那所以我们可以更直接的这样说 我去那里面的壮传多用意 我去那里面的